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协会的成年力与20周年年会 20年来 协会不止儿孙满堂 组织茁壮 并以企量与致氏服务各方产业 成立于1994年 致力于企业风险管理 资讯科技控制与致力 并率先为政府机构提供专业的资讯安全管理体系 对民间产业做了良好的示范 如果能够把这个资讯界的人才跟会计界的人才 能够结合在一个单位里面 大家一起来努力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企业界 或者是整个国家社会未来这方面的发展 一定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我想这个就是电脑机协会 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在历任李市长的代理下 协会与时俱进 会晤真正日上 除了传统电脑机协会以外 我们增加了所谓的资讯安全管理 这个是在2001年 由行政院资安汇报 委托我们电脑机协会 来帮国家做所谓的资安相关法规 我们协会配合政府的政策 我们多了一个关心社会的问题 所谓的数位证据保全与数位见识 为了跟世界接规 与国际电脑集合协会地盟 推动据国际性认可的四大专业证照 包括CISA、CISM、CGEIT及CRISC 这四个证照在目前全世界的发展部分 是很强调 包括公司怎么样来正派经营 可以透过所谓的IT治理 协助企业来做 避免它来做舞弊 最后所谓的风险评估 我们透过希望来协助公司面对 所谓的金融风暴 来降低企业的风险 那这个信念化事实上也是不太够的 然后将有发这个类似电脑集合式证照 然后相关的一些活动 我想对于协会的发展会很正面 在20周年庆祝大会中 协会立邀历任理事长、秘书长与资深会员们一起回娘家 并且秉持着科技人文合而为一的理念 悄心安排了一个幸福想画画展 让道场嘉宾一饱眼福 以前每一届没有这么热闹 这次还有发展 还有这么多贵宾 还有叫科技部的部长来演讲 以前都是比较沉默 比较念念一点 今年林一龙办得很好 我在这边先跟各位 如果在座是学系的教授就先淡待一下 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得意 出了国际手的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教授之间是怎么个串通法 其实我每年都有参加 都会吸收到一些新的电脑机核 资讯科技的一个趋势 张部长的演讲提到巨量资料 然后也谈到相关的影视权的保护 那就是很高兴政府在这方面也有在推动 然后这个也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一个考量 除了科技部张善政部长的专题演讲 另外针对与电脑机核 未来发展有关的主题 邀请产观学界专家进行综合座谈 那巨量资料其实它不只是可以帮我们创造新的 这个我们所谓的business model 就是新的这个商业模式 那创造以前我们所无法做到的事情 那很重要的是很多东西也可以化被动为主动 预先撤资说有哪些问题会发生 我们就先做事先的防范这样子 云端科技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这个毫无疑问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这个风行越来越大 所以要呼吁所有的民众 必须要随时追求新知 然后把那个云端的知识 还有一些防护的技巧要学习到 那电脑机核协会可以协助大家 在这一方面技能方面的提升 在中华民国电脑机核协会的积极推动下 现今的咨询科技 亦可以将机核工作与内部控制作业配合 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防护 与持续性的监控 电脑机核人员及所属机构 都可持续因应技术与趋势变迁 进行各种策略性应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